第3節 陳昭博士你有沒有認識朋友患有自閉症 或者過度活躍症的子女? 都不說只是子女 可能朋友自己本身都有 過度活躍症 甚至乎 你不要說了 今時今日隨著診斷更加流行 甚至乎在平權上做了更加多的事情 你會發覺 在大學工作的人 每個學期會收到一些notice 告訴你哪位同學 他有一些集中力不足 過度活躍 於是在他的上課要多點耐性 以及在考試的時候 你要安排多點的時間給他 給一些特定的指導給他 其實是越來越多見的 我就會說 是不是今時今日才多人過度活躍? 其實不是 以前是有 但是我們不懂得去找人去求助 我自己小時候讀書 上面有幾個同學特別坐不定的 我們就說是頑皮 一個頑皮就解釋完了 但是原來很可能有一些在今時今日 是會界定過度活躍 其實就是一路你見到有的 這件事 但是現在我聽完這些消息了 好像有藥食 是不是? 當然也要針對過度活躍症 你如何控制那些荷爾蒙等等 其實就是 如果你問過度活躍症 甚至乎是自閉症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努力去找找原因是什麼 有人就說 噢 那個腦部發育有些不健全 有些就開始就說 是不是那個小孩嚇倒了 有些就說 會不會是小時候不知道怎樣養得不好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很多這些我們以為是後天的病 原來是有一些先天上基因的原因 已經令到他們更加容易有這個病徵走出來 譬如是精神訓練 我們發覺就是有一個機率是遺傳的 就是家人有家族病史就更加容易有 你出來不是一定會有 但是你可能會受到一些激發 一些刺激就沒有都更容易被人變成有 同樣就算你說是有些男症也是這樣 如果說回純粹是那些精神上 腦部發育上的東西 現在我們發覺基本上是自閉症也好 還是過度活躍症也有著一個基因的原因在這裏 我們可以從那裏去看到 有一些這樣的病人 無論是自閉症也好 過度活躍也好 你會看到它有一些獨特的基因變異 而這個基因變異基本上就是這種病人才會有 再接著來我們就說 由這種基因變異我們甚至乎可以看到這個基因變異的功能 原來是跟腦部某部份發育是有關的時候 我們就基本上慢慢把那個因果關係就連接了起來 那麼現在我們就是說當然 基因上的原因有個變異 令到那個小朋友腦部的發育 和其他沒有病的人有不同 影響到他的認知能力 影響到他的集中能力 影響到他的內分泌 於是乎有一些情況可以慢的 那麼你過度活躍 你控制內分泌 那就嘗試慢回去 但是自閉症呢 基本上就是那個腦部發展 你就不能改了 你亦都不能亂透過一些的 你可以找一些藥物來令它鎮定下來 但是如果你想令到它的症狀減少少了自閉 就會變得很困難 那麼現在我們去到這一刻 我們就知道是有個基因上的原因 那麼當然我們希望知道基因上的原因 再知道它怎樣去引發到身體 哪一部分的變異 就希望我們能夠更加容易去做診斷 甚至乎及早去分類 給予支援 你說能不能夠治療康復呢 我想就很困難 可能過度的藥 你會有一些療程可以去吃一些藥 但是你說自閉症呢 就會是難一點 但是你說如果能夠及早地發現 有些可能是比較現實一點的 你能不能夠在那個小朋友未出生的時候 已經能夠在基因層面發現到這件事呢 那麼這個牽涉到一個優生的問題 那麼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 是不是有唐氏中合症 我們都可以有驗一下陽水 我們就知道 然後就有些爬灣慢慢的決定 好不要繼續去養大它 那些墮胎是否正確 還有這些優生是否正確 我們暫時先放在那裡 但是這個基因的發現 就提供了一個新的資訊 現在不是僅止說這個 唐氏中合症 似乎就是自閉症和過度活躍 我們會越來越多的證據了 就是這樣說的 你要存得越多 搜集得越多 很多時候你又沒有那種病 不是一兩個基因變異決定的 你是有一個組合的基因變異決定 你如果那個組合裡面 越複雜越多的時候 你的可信度就越高 那我們現在能不能夠累積到 這種可信度呢 我想還是要多一點的時間 但是起碼我們已經找到一些初步證據 就是說這幾個的變異 如果說得實一點就是 有五個的變異 是自閉症才會表現出來 正常人不會表現出來 甚至乎那個過度活躍症的人 也不會表現出來 但是有一些的變異 譬如有兩個 就是只是過度活躍症才會表現出來 自閉症的人沒有 這樣就講到這次的發言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原來有一些的基因變異 是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 同時都會表現出來 就是你有了那個基因變異 你是會有兩種東西 你都會有機會有 會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那個過度活躍症那裡 其實跟那個文化沒有少關係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大家在我們現在的學校裡面 大家誰特別有這些 特別坐不定 我們可以介入它 但是在那個文化裡面 就是整班都要做體育運動的 比如說以前的司法 一出生就打仗的 這個不會成為一個特別 分出來的歸類呢? 這個你要詳細地去診斷的過程 甚至乎有些在說 你剛才說的那件事就是 它會不會只不過天生的那個硬件 特別喜歡好動的東西 特別是一個 Handy person 不是一個坐定讀書的人 這個是有分別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說到哪個基因 可以決定哪件事呢? 說不完的 但是我們是譬如 有一些 我看過一些書 有些學者 他們是找到這些基因 但是我會說還未找齊 但是似乎找到一些基因 去特別關連一個人 去耗淨還是耗淡的 但是呢 如果你簡單的看過度匯約症的 那些這樣的 我們叫做一些rubric 一些的量表 一些的問卷 你會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你過度匯約起來 是可以真的什麼都不專心 就算給了一件事 他很有興趣做的 他都可以很不專心 集中不了的 就是變成他那個 集中力是差的一個地步 不是說你給了一件事 你找到他的興趣可以定下來 他是可以很容易 很多東西就是沒有了他的attention 那個就很多時候 就牽引到更大的問題 那至於自閉症方面 我想現在就是一個很準確的診斷 就是以前其實就不是很清楚 就是有些人 比如說你很流行的 或者你覺得是自閉 就是固執一些是不是就是自閉呢 就是這些都是 那這些就要可能 你問我 我自己都不是很熟 整個的診斷是怎麼樣的 但是起碼開頭就是 一定有一些 很簡單的觀測 一些的量表 去和你去量度 那 是不是說一定要下下 就是其實有一個很好的系統的基因 去探測呢 其實現在都沒有去到的 只不過就是有一些 一些外圍上的觀測 那些行為上的觀測 已經是知道 已經是由這樣去斷證 但是呢 講了這麼久了 和我們剛剛這個星期的新的發現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就是這樣 在以往呢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把自閉還自閉 過度活躍還過度活躍 就是把它看成為兩種 獨立不相干的病 就算他們有些的症狀可以好似 但是呢 我們基本上看成是兩種不同的 就是那些 mental disorder 就是等於你說一個人 可能你說是他自閉 和他是不是精神病 雖然那些人就 那些人就會歧視 那些人都是瘋了 但是其實你如果認識到病的本質 其實可以是兩樣很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你會認為他們 今天是來自兩種不同的原因 就是不奇怪 實際上是要怎樣 我都要自己找回溫下舒適志 但是這個星期的新發現 他在說什麼呢 他就說 這個自閉症和這個過度活躍 我們一直以為是兩種很不同的東西 但是現在似乎我們 從基因層面上 是找到他們是有部分的基因變異 是共同的 不僅是有些基因變異 只是對於自閉症獨特 有一些基因變異 只是對於過度活躍症獨特 然後甚至乎 出來的情況就會很麻煩 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香港他過度活躍 他是否完全沒有自閉症的問題呢 可以是 可以不是 反过来,有一些我们认为他们是自闭的人 他们是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过渡药的问题呢? 可以是,可以不是,又会是这样 既然大家在这里这样招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是用一个眼光来把他们独立分开做诊断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容易忽略了患第二种潜在病的可能性 如果有一个病人他本身是,我们是诊断了他是自闭症的 但原来他在基因上,基本上是两个都有的了 然后呢,他那个过渡活药的潜在基因 还真是发了出来,是在发病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忽略了,是不知道的 于是我们就不懂得如何处理,给支援和对症下药 反过来也是,那种过渡活药会不会有一些潜在自闭的因子 在背后原来是存在的 所以我发现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对于现在我们如何去社会上去支援这些 有过渡活药或者自闭症的小孩的家长呢 由那个专业医生判断那里 如何才能给出一个更加透征的答案 以及有没有提供到更加透征的诊断来去帮人照顾这些儿童呢? 有些是,还有很有趣的 有一些部分呢,有时候他们的效应是会cancel了的 比如他提出了有一个基因变异呢 他发展了在自闭症,表现是共同的 就是有一个基因变异是属于自闭症的基因变异 但是呢,原来呢,另外一个基因变异呢 就是由他来自那个的过渡活药那里呢 是带过来的 那么呢,他的客观呢 有一个副作用呢 就令到那个部分的脑部发育是大了 那么你看起来,你不会以为有些问题 原来两个效应cancel了 但原来两个效应cancel了 背后告诉你,原来两个病都有 嗯,原来是这样的一件事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问题 这样没有去抽屍膜检搞清楚呢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我们 就是这些需要受照顾的 过渡活药症的病人 和自闭症的病人 那么,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一个医学诊断治疗那里 那么,由基因那个科学 给出一个很重要的答案 那么,其实你如果问一些这样的做基因 生物学家的人会觉得 这种基因的现象 给出一个这样的结果是很常见的 其实是,但是如果这种这样的结果 原来对应一些影响到我们社会 影响家庭生活的一些病症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意义更加大了 嗯,但是呢,如果有的话 大家也不需要过分悲观的 因为我手头上的一本书刚刚查到的 就叫《strange brains and genius》 原来很多历史上很著名的科学家 都有某种程度的自闭症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尽量发掘他们的talent 是不是?尽量,其实如果我很清楚 就是如果有自闭症的人 很多时候你只能够用一个 顺应的方法 令他舒服,将他导向那些 他喜欢做他享受做的东西 你很难,你赶不到他 他要在公众场上一个图书馆大叫你 你也没办法,他要按那个电梯键,你就是要给他打 你反而就不要对抗他,就反而你会 周围的人会比较好一些 甚至乎,但是我又会觉得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我都看到 其实比起30年前 我们的社会是对于有自闭症的病人 我们的包容是高了的 我自己一个亲身观察,不止一次的 就是去一些大商场 有个妈妈很有心机 将个小朋友可能是由院舍到接出来 带她去逛街,她很喜欢和妈妈去逛街 那个小朋友死都要按那个按钮 明明很逼人的,怎么都要按那个按钮 这条件都压开了其他的乘客都要按那个按钮 但是大家没有生气,大家明白 这个妈妈很辛苦,不容易 大家知道这件事,大家不想 大家是一种,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是一种基因上的原因 收拾那支囚子,收拾到是怎样是怎样的 不是因为她爸爸妈妈做错了什么 也不是,是纯粹生出来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年代很不同 我们那个年代只是一样东西 你吃喝喝就打吧 是啊,其实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说我爸妈不懂得讲很多难听的东西 但是随着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兼许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